接下来要带您赶快来关注一下人保了 上个星期五做法说会 正式下修了今年笔记型电脑出货目标 从4700万台大幅修正到4050万台左右 降幅是14% 连续两年我们观察到人保都下修了NB的出货量 想要请教总经理 因为总经理就是因为太久没钱 法说会上法人引颈期待 但是素有铁嘴称号的人保总经理陈瑞聪却说 他没有好消息给大家 甚至说很抱歉 因为NB产业受到平板电脑和景气的冲击 他必须正式下修人保的全年出货目标 从4700万台大幅修正到 与去年持平或5%以内的成长 也就是4050万台左右 降幅14% 这是人保连续两年下修NB出货量 笔记型电脑上面 我们定了一个比较大的成长的目标 我们2012年的笔记型电脑 我们应该会有20%以上的成长 相较年初的乐观 承认从说NB产业进入成熟期之后 竞争势必更加剧烈 并且预言PC厂无论是在品牌或代工 将陆续有整并的动作 人保目前手上握有超过300亿的现金 不排除会并购 但外资巴克莱证券指出 人保第二季税后净利 既减17%来到17.98亿元 每股税后盈余只有0.36元 上半年每股税后盈余0.79元 第二季营业利益率1.62% 更是近四年来的季度新低 由于NB占人保的营收比重 还是很高 产业结构不利 后市获利有限 维持人保中利平等 目标价30元 东财新闻综合报道